好,各位骑友大家好,那测版骑是今天9月8号进行的一盘往骑 由黑方克杰对战白方托加骑,我们一起来进场下 开局黑骑搓小木,白骑新小木 之后黑骑挂脚,白骑肩顶,黑骑长,白骑跳,先走了一个定势 不过黑骑没有直接拆边,而是先挂脚 白骑要是小飞,那黑骑回拆,连成一片 实战,白骑不同意,所以说选择夹骑,先把黑骑分开 黑骑小飞进脚,白骑小飞 黑骑肩窗,把白骑的位置压低,然后在脚上做活 白骑的这块骑暂时不用担心 脚上这里贴下来可以活骑,外面也可以出头拆边 所以说白骑拖先,选择挂脚 不过白骑拖先的话,黑骑左边还是可以 先把这里的联络补一手 因为黑骑补骑的话,如果说白骑还是拖先 那黑骑再往下飞压 黑骑外面的这个骑形就非常完整,而且非常厚 如果说白骑飞出,那黑骑再往右下角补骑也不迟 这个节奏也非常不错 实战,黑骑就跟着补了 然后白骑继续小飞挂 黑骑小肩,白骑拆,先把右边安定 黑骑飞压定型 接下来都是比较常规的变化 黑骑拆边,白骑贴住 之后黑骑还是往下飞压 那黑骑走在这里的话就可以看出来 之所以黑骑没有把这两颗子先往左边连回 就是想在下方这里发展潜力 然后白骑直接冲断,形成作战的局面 黑骑两边骑都紧 下方还是要先补,不然的话被白骑往前挺投 那黑骑这两颗子就危险了 所以说黑骑跳出 不过底下露着风 所以说这块空还是没有完全围住 接下来白骑靠压就是想在左边借镜 从而把黑骑外面这三颗子包进来 黑骑扳头 接下来白骑有两种选择,一种就是像实战一样选择反扳 还有就是虎下来,把脚上这两颗子切断 这种下法的话黑骑也是不怕的 因为黑骑可以先打持 然后先手在外面拔花 这样的话黑骑外面就非常厚了 并且脚上的话白骑也没有完全吃住 黑骑可以继续贴住 白骑断打,黑骑可以反打完之后往路脚尖扩大眼位 因为如果说白骑往脚上一路扳的话 黑骑直接冲下来 白骑往前长,黑骑再冲,白骑渡过 那上面这里还有一个挖完之后打持 所以说这里白骑弃井 如果说白骑双一个补骑的话 黑骑往一路立足火 所以说这里还是有骑的 并且黑骑也可以先保留这里的变化 比方说先往左边这里斜阵 攻击白骑这颗子 从而把外面继续变后 反正这样下的话 黑骑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实战白骑选择反扳 还是决定把骑走在外面 黑骑再断打 这手骑同样非常考验白骑 粘的话可能是第一感 不过粘的话黑骑打吃完之后 虎一个左边联络完整 而且已经安定了 白骑接下来肯定要吃黑骑下方这几颗子 不过让黑骑外面就多了一些先手 左边黑骑可以变后 再往旁边夹击 那白骑这颗子要死 这样的话双方形成一个转换 从这个目鼠的角度来说 黑骑也并不亏 实战白骑还是反打在打吃 这个截对于黑骑来说是非常重的 所以说黑骑粘截 白骑粘不断黑骑跳出 接下来白骑当然也可以直接出头 不过考虑到左边这颗子还没有安定 如果说再被黑骑分断的话 形成缠绕攻击 那白骑就麻烦了 所以说白骑也就选择非常稳妥的下法 直接往脚上贴住做活 先把这块骑活掉 然后黑骑打吃先手 虎一个补断 白骑往脚上挤 黑骑虎一个补骑 接下来白骑肯定要处理左边这颗子 这个地方当然白骑也可以做根据力 不过黑骑出头的话 白骑还是得补 不然的话这个黑骑以后往外面点 把白骑包住 就算能够做活也会伤到脚空 白骑还要继续飞出 以后这个地方还有传向眼 所以说白骑直接做根据力的话 也会存在一些问题 实战白骑直接贴出 当然这个地方黑骑也可以插 破坏白骑根据力 同时自己作眼 不过接下来黑骑下的还是非常大局 黑骑直接大飞出头 主要黑骑是比较看重白骑上方的潜力 飞在这里的话 白骑就算再往上方围 围的也就会比较扁了 接下来白骑还是拆过来 又想作眼 又瞄着黑骑这个联络上的问题 黑骑往上跳一个单长 继续压缩白骑的空 然后白骑靠出 黑骑搬完之后再往这压 这个地方白骑不能断 被黑骑搬二字头 显然白骑不行 所以说白骑并一个 先把左边这里的根据力补好 然后还是给黑骑留加来断点 黑骑在补断之前 先往脚上挤一个 这个是一个好次序 看看白骑怎么进 怎么下 这个地方如果说白骑选择单粘的话 当然脚上也是非常扎实的 不过黑骑沾上之后 我们可以发现 白骑上面这两颗子气紧 因为以后黑骑冲是个先手 所以说外面这里 白骑如果说再冲断的话 就会显得速手速脚 所以说白骑还是直接挡住 这样的话气长出来呢 以后冲断就非常严厉了 接下来黑骑当然往脚上断打 是不成立的 断打完之后 如果说打吃完之后贴住 那白骑还可以拐回 黑骑也扳不下来 所以说黑骑单粘 然后白骑往脚上长 黑骑贴住 把白骑分断 不过黑骑还是落了一个后手 这样来看白骑刚才往这挡住 补骑还是非常成功的 接下来白骑直接冲 那黑骑如果说拐住的话 那白骑可以马上断 这样的话黑骑两块骑都需要处理 而且这两块骑都缺乏眼位 就非常难下 所以说黑骑也是转换一下思路 上面不太好处理 那就先不管 直接往左边飞 先把这块骑出头 顺势威胁白骑左边这四颗子 那白骑不活的话 还要继续靠出 黑骑搬 直接挖毡的话 那白骑可以打吃穿出来 那黑骑上面这块骑还是危险 所以说黑骑搬住 白骑虎一个坐眼 然后黑骑再虎不断 下一手骑如果说白骑下的比较稳妥的话 就往上冲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至少自身的这个联络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不过白骑可能也会有所考虑 首先往这儿冲的话 上面的空也没有完全围住 还是有缺口 并且跟实战往这儿搬相比的话 对于黑骑左边这里的联络 压力也就小了很多 所以说实战白骑还是选择搬 不过很明显以后这里就多了一个段 接下来黑骑打吃 白骑顶住 那黑骑这个时候不能提 提的话上面这里有搬断的问题 所以说黑骑单瞻补齐 白骑再往三路点次 这样的话白骑已经先守活了 接下来其实白骑就可以考虑在上方补齐了 往这儿跳一个 就算黑骑还是可以压缩白骑的空 但是这里大部分的空白骑都可以围住 实战白骑往脚上打吃 可能以为黑骑会沾 但是这手骑反而落了一个后手 黑骑直接往左边冲完之后断打 白骑一路打吃再虎一个做活 等于说走了半天 白骑落后手 让黑骑先往上掏空 白骑的步调就比较慢了 接下来黑骑还是选择飞出 因为断的话 白骑长这里黑骑气紧 跳一个白骑可以往上冲断 肯定是黑骑先死 黑骑要是大跳呢 白骑飞也可以把黑骑断开 所以说这个地方 黑骑还是比较适合下的步调快一些 实战黑骑飞 接下来就要断了 所以说白骑站 黑骑这里扳头再连扳 白骑反扳 当然上面这几颗子也并不是说选择逃跑的话 就一定要继续跑 黑骑也可以利用这些子 弃掉之后发展周围的潜力 那这个地方 下一手骑黑骑冲的话不太好 还是判断失误了 AI的建议是黑骑断打完之后拐打 白骑如果说潮呢 黑骑就往前冲 双打持的话 黑骑提 白骑再提掉 等于说这里黑骑先手拔一朵花 已经把白骑上方的潜力打穿了 然后黑骑再可以往右下角这里收空 顺便破坏白骑的根据力 这样的话黑骑也还可以 并且中间这一带的话 黑骑还是存在一定的潜力 这样下黑骑要比实战好 实战 黑骑往上冲 白骑断打完之后打持 沾上 黑骑斑 白骑拐头 那这几手骑交换完之后 白骑上方就彻底围好了 虽然说黑骑右边也有收获 但是这个收获也是不一定 以后万一这里的空围不住的话 那黑骑落空 接下来黑骑体也是降了一些胜率 虽然说体脚空全部拿住 但是让白骑右边这个拆 先制估的话 那黑骑就更难进攻了 所以说 刚才AI的建议就是 黑骑要不然就是往脚上虎一个 虎一个之后白骑可以出头 但是黑骑可以点过来 继续破坏白骑的眼位 就是想要整体杀白骑 这是一种 那就是一个杀骑的思路 还有就是往这儿飞 飞完之后靠压 这个也是一个常用的手段 等于说让白骑往右边活 但是黑骑要在右边这里 形成一堵围墙 从而在中间围空 这个都是不错的思路 实战黑骑往脚上提的话 白骑靠压 这个地方白骑出头 黑骑就有点难下 首先 虽然说黑骑周围的子力比较多 可以把白骑分段 比方说往这儿顶段 但是白骑有应对的方法 就是搬完之后连搬 黑骑打吃完之后沾 白骑拐回 首先右下角这一部分 肯定是可以活骑的 外面虽然说黑骑已经把白骑断开了 但是这里气非常紧 以后白骑不管是往这儿打吃 包括下方这里靠出 黑骑都很难下 两边都得补 实战黑骑也是差不多的一个思路 只不过选择斑断 长一个白骑往下靠住 这里黑骑就不能再继续纠缠了 让白骑多了一些子之后 随时往右边打吃 黑骑这颗骑斤就跑不掉了 所以说黑骑单长 白骑往下长 黑骑还要再把脚上这块骑连回 顺势在下方唯控 那接下来白骑还是应该往脚上飞一个 先把这块骑做活 那白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接下来白骑就可以考虑在中间这里掏空 实战白骑突然往左下角提掉这颗子 其实这手骑跟黑骑往右上角提 都是差不多的意思 但是这两手骑都遭到了AI的否定 就是觉得有点脱离主战场的感觉 因为白骑右边还没有完全安定 像这个地方 黑骑比较严厉的手段 就是直接往脚上虎一个 先缩小眼位 然后往这儿跳 尽可能的压缩白骑的生存空间 因为像这里冲断的话也是不成立的 黑骑可以打出完之后往这儿虎过来 那白骑如果说连回 这里的眼位已经被压缩了 就算以后有这个二路搬完之后在虎做活 黑骑也可以把中间这里全部包扎住 这个木鼠已经非常便宜了 实战黑骑往这儿跳一个效果 就稍微差了一截 白骑往二路小间扩大眼位 因为这里飞的话 以后黑骑可以往这儿虎一个 然后这里联络存在问题 所以说白骑选择小间 黑骑靠住 然后白骑挖针 黑骑先刺一个再粘上 接下来白骑还是唠唠实实做活 因为这个地方毕竟黑骑的子非常多 如果说白骑想在中间这里掏空 顺便往这儿坐眼的话是不太现实的 黑骑随时可以把白骑分段 作战肯定对于白骑来说比较不利 所以说白骑直接做活 那黑骑跳一个 想把这里继续封锁 然后就看白骑如何掏空了 其实这个地方白骑可以先跑出这颗子 因为黑骑下方这几颗子气井 黑骑如果说继续往中间围的话 白骑飞又可以压缩黑骑的空 又可以争得先手再往下冲断 等于说白骑可以从上下两边 分别压缩黑骑的潜力 这样的话从胜率上来看还是一盘细棋 接下来可能就要拼这个收关了 实战白骑下得非常激进 直接往这点词 那黑骑不可能再往左边补了 不然的话白骑就直接打进来了 所以说黑骑直接跳一个把白骑分段 白骑断打完之后 黑骑提白骑再打吃 那这个地方黑骑不敢站 站的话像这种跨段呢 黑骑可能就防不住了 所以说黑骑先把上方贴住联络 白骑提结 这里就形成一个结针了 接下来黑骑往脚上断提过来 白骑继续往这点 马上就可以小接连回 所以说黑骑继续封锁白骑 白骑再提 不过这个地方白骑正下的话 也是非常有风险的 等于说这几颗子 如果说这个结打输的话 又做不活 那就全部损进去了 接下来黑骑继续往脚上 长找结材再提 白骑站 那站在这里的话 就比较考验黑骑了 黑骑如果说想 走的比较实惠一点 那就先往中间这里围 然后左边这个结 先放在这不管 不过正下的话 也比较复杂 因为白骑也不可能答应 黑骑右边这里就全部成空了 所以说白骑肯定会想办法 直接点进来 然后黑骑要冲断 白骑往中间这里腾螺 然后再往下方 跑出这颗子的话 黑骑也比较头疼 首先是左边这个结 还是存在 然后黑骑整个左下角 大龙也没有完全活干净 如果说以后被白骑 网路打破眼的话 黑骑只有一只眼 然后下方这里 要被白骑分断 所以说这往下也是比较复杂的 实战 黑骑就更狠了 白骑选择全部沾进来的话 黑骑就 沾结 把白骑全部卷进来 就是想告诉白骑 这块骑 黑骑要全部吃掉 那接下来中间这里就是最终的一个战斗了 我们来看实战 白骑先挤一个 挤完之后断 那这个地方也是每一手棋都非常重要 实战 黑骑是打持在这里 如果说往上沾的话 右边倒是比较扎实了 不过中间这个地方 黑骑大龙可能面临要被封锁 所以说白骑跳的时候 黑骑必须要打 在这里继续补齐 不过正下 白骑往下方这里寻求联络 黑骑分断 白骑再扩大眼位的话 这里就看不清了 黑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就能杀掉白骑 如果说白骑非要跟黑骑断开 形成对杀的话 对于白骑来说没有太大的前途 因为这个立方白骑气也紧 黑骑可以直接就这样往前冲断 白骑拐出的话 黑骑就贴住 然后先打持 斑的话 白骑打持完之后 再反打就可以连回家了 黑骑可以先打持 白骑中间这里打过来 再打持 沾 黑骑就往下冲断收气 首先白骑中间这几颗子 其实非常紧的 所以说 黑骑随时可以收气 对于黑骑大龙来说 没有太多的危险 然后白骑下方这一串 打持完之后提 黑骑拐打 白骑再断打 就会形成一个截针 这样的话 对于白骑来说 也是挺麻烦的 因为黑骑的截财 也算是比较多 所以说 这样下的话 白骑大致还是要 想办法在中间这里做活 实战黑骑直接打持 白骑长 黑骑再沾 主要是想紧住白骑棋 顺便往外出头 然后白骑贴住 跳出 黑骑再冲 白骑右边打持完之后 搬这个都是白骑的先手 黑骑气紧 然后白骑再搬住 黑骑断 这个地方看上去 白骑的气还是非常紧的 而且中间还有断点要补 接下来白骑单长 然后黑骑先冲一个破眼 白骑只有沾 然后黑骑再往中间这里打持 那白骑也只有单长 这个都是必然的变化 接下来黑骑选择冲出来 那这样的话 等于说黑骑左边大龙 现在已经全部连通了 接下来就要看白骑大龙 能不能在这个黑骑的空里面做活 接下来白骑往右边冲 然后黑骑单长 白骑再往这儿跳下 那黑骑这颗子 会不会被白骑吃掉 倒无所谓 反正不能让白骑 做出来两只眼 当然黑骑的手段也是非常多的 比方说就往这儿打持 点刺 把白骑打成一团 然后再往外面封锁 这样的话白骑的生存空间已经非常小了 接下来白骑如果说冲 黑骑就挡住 白骑刺一个黑骑就沾 右边双一个黑骑挡住 这里也是出不了骑的 因为白骑断完之后往前长 继续长气 黑骑要路爬 然后白骑往这儿 分段黑骑的话 这个地方的对杀 白骑的气不够 因为接下来很简单 黑骑冲完之后打持 白骑沾 黑骑再打 白骑慢一骑 所以说其实这里 黑骑直接打持就可以了 实战 黑骑可能觉得先打 白骑不一定沾 可能会往下冲 就多了一些变数 所以说黑骑也就直接封锁 这手骑下的 也是非常有自信 接下来白骑往这儿点刺 因为白骑如果说 再往左边这里长的话 黑骑还是往这儿点刺 往下方打持 沾上 白骑也是没有任何做活的机会 像这里白骑如果说 扩大眼位 冲一个黑骑挡住 白骑还是只有一只颖 那实战 白骑直接往右边点刺 想办法冲击黑骑的保卫 黑骑单瞻 白骑再往下长 接下来黑骑再往这儿点 压缩白骑的生存空间 再往下打持 那白骑这个地方看上去 已经做不出来第二只眼了 然后右边这里 白骑实战是选择贴住 如果说往这儿联络的话 我们来看能不能行得通 联络的话就等于说 先把黑骑右边这里的联络断开 黑骑要沾 不然的话白骑右边冲过来 两边都要吃黑骑就活了 黑骑要沾 白骑挤一个先手 虎一个先手 团住 那黑骑肯定要 直接冲一个破眼 白骑往左边挖的时候 黑骑提 当白骑继续打持的时候 那黑骑就不要提了 这里有个双打持 白骑要活起 黑骑可以直接 站在这里做活 然后白骑提是没有用的 提的话 黑骑可以从左边这里冲过来 那也可以联络 白骑还是活不了 所以说贴住也不行 那实战白骑往上冲 冲完之后 连回下放这颗子 黑骑沾 补断 然后白骑再往右边斩 这个地方 白骑是沾上 而不是往这双一个 那黑骑右边就必须要补断 再补补的话 这里少了一气就要出骑 因为白骑可以往这断 断完之后 还是按照刚才的手段 再往这小间 那黑骑这块骑就被反杀了 所以说黑骑要沾补齐 接下来白骑往下冲 先沾上破眼 然后想把黑骑大龙卷进来对杀 接下来黑骑直接往这打吃再沾 白骑右边冲 长一个景气 再往下搬住 最终走到黑骑直接冲下来的时候 白骑就认输了 因为这个地方很显然 那白骑对杀的话 这个气肯定是杀不过黑骑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右下角这里 白骑往二路小间 那黑骑就一路立 白骑也是吃不掉脚上这块骑的 直接往二路点刺的话 那黑骑靠下来 白骑夹一个 那黑骑一路立 阻度 黑骑是活骑 虎一个的话 那黑骑往二路虎一个 那这里活掉白骑大龙也死 那这个空就差了很多了 好 那这盘骑也是相当精彩 就给骑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到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骑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